近年来 随着一些古装影视剧的热播 其作品中频频出镜的甲咒 吸引了许多爱好者的目光 而西安男子张春勇 却将对甲咒的爱好 化作了对其研究和复原 十余年间 他与团队共同制作复原了 三百余件古代甲咒 我从小呢 对甲咒就非常的喜欢 然后在2000年初的时候 有幸结识了一些这方面的专家 阅读了大量的 这方面的一些资料 于是呢 我们就开始去着手 做这些东西 我们之所以做铠甲呢 是因为他承载着的是一个 热血男儿的英雄梦 我们想把它展现出来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铠甲 对于张春勇而言 制作复原一件古代甲咒 并非异式 究其原因 主要是甲咒记忆 在古代属于官方所有 同时出土的相关历史资料有限 张春勇表示 文献的记载 出土的陶涌 相关历史时期的壁画 造像等 都为制作复原甲咒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零甲咒的制作呢 要分很多步骤 先机的时候 我们要先做一些这方面的 相关的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然后呢 我们开始绘图 准备相关的材料 比如说布料 比如说皮革 比如说钾片等等这些 然后呢 这里边还有掺杂着其他的工艺 比如说柱瞳 赞客等等 通过我们这个对这个资料的整理 然后我们就把它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 由于步骤的繁琐 所以呢 一零甲咒的制作呢 大概得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据了解 甲咒制作涵盖了绘画 雕刻等传统工艺 而张春勇并非科班出身 于是在2013年 张春勇组建了专业的甲咒制作团队 在十余年的研究和制作中 张春勇团队制作复原了 从先晴到明清的甲咒 材质上包括皮甲 铁甲 卷甲 布甲等 在我从事甲咒制作之初 是我一个人单兵作战 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 我有很多的同好加入我的团队 我们有明确的分工 比如甲片的制作 比如说我们有专职的摄影师 来去拍摄 我们有专门的赞客师傅等等 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我们现在目前可以把市面上 或者说我们从书本上 能够看到的甲咒的知识 不同时期的甲咒知识 我们都能够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呈现 张春勇表示 看似冰冷的甲咒 却是每个历史时期的重要符号 它体现了古人的审美与智慧 代表着所在历史时期的 政治 经济 文化和生产力等 为了发掘和保护好 中国古代甲咒中 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符号 张春勇可谓是竭尽所能 为了更好的传承中国古代甲咒文化 一方面我们把这些年整理的相关的甲咒的资料 和我们的制作经验编辑成文字和图片 供甲咒爱好者参考 二是我们跟多家博物馆进行联合展览 让人们更直观的去了解铠甲的面貌 三就是我们开了多家的体验馆 让更多的人去亲身去感受 铠甲的这种厚重和魅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